农业部为了平衡产业发展提升粮食安全来确保农民的收益 规划了一级二转三加三策略 农粮署东区分署在宜花东地区开办20多个场次的宣导说明会 最终场是在光丰地区农会举行 不少农民都提出了问题来讨论 对政策措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不论是鼓励工粮农民加入集团产区加码奖金 每公寝1万元 还是二期倒座转座奖励金提高优惠 或者推动水稻收入保险优质加强行目标价格至少加三元 这农业部规划的一级二转三加三的策略 农民专注聆听并提问 台上台下互动热络 有了营业主体 他帮我们申请的这些群 但是最后他们没有把这些负败 他们变成他们收益 比如说我们变成他们的人头 需收的组织很大 但是一些钱进入那边 用其他民主不管 然后我们这些负败 了解 这个我想我们的这个措施里面 我们分属都会进去查的 所以这个不用 可以一直都会放心 为了让农民深入了解农业部这一项最新农业发展策略 农粮署冬区分署今天上午在光丰地区农会开办一级二转三加三宣导说明会 副分署长陈吉春亲自作证并加强说明加深农民对政策措施的了解 那所谓的一级的话就是参加这个稻米集团产区 那由集团产区来负责整个稻米的 不管从栽培管理一直到后面的加工行销 那二转的部分的话是 我们希望说这个符合资格的农民呢 能够把他的这个原来种绞交工粮水稻的田 然后拿来种这个杂粮作物 让我们国内的杂粮的自给率能够提升 那三加三的话是我们希望在三年内能够提升这个 我们稻米的这个价格三块钱 让我们农民的实质收入能够真正的提高 农业不过的平衡产业发展 提升粮食安全进一步保障农民收益 规划一级二转三加三策略 农粮署东区分署也规划在一华东地区 开办20多场的宣导说明会 其中花莲则是分北中南三场次 结束南北两场次的说明会后 最终场今天在光丰地区农会登场 包括凤林光复以及丰冰等乡镇农民青农踊跃参加 了解新农业发展策略 以及相关配合执行措施 在农政单位辅导协助下 希望也能保障并强化振生的农产收益 记者张平泰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